在贵州碧节每年农历6月24这天 遗族同胞都会举行盛大的活把节 这几年当地把活把节系列活动和避暑旅游产业相融合 丰富旅游业态促进文旅融合 此时此刻贵州碧节百里杜鹃管理区的活把节正在进行 总台记者田以南就在现场 以南你好我们看到现场真的非常的热闹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站东若天你们好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省碧节市的百里杜鹃管理区了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年一度当地盛大的这个遗族的活把节 那其实在过去的一周以来呢 已经完成了这个取火 烽火等等这样的这个流程 现在场上正在进行的就是最热闹的这个跑火龙的环节 我们看一看啊 其实今天现场呢已经下了一个小到中雨这样的量级 很多人呢打起了雨伞穿上了雨衣 那么在这种五颜六色的雨伞当中呢 有六个直径3.3米已经被点燃的这个火堂 显得是格外的亮眼 那么在火堂的周边呢 会正在进行一些这个欧盟欢歌的这样的种民族表演 再加上一些这个观看或者跟着跳这种游客 现场估计有接近两万人 场面呢还是非常的壮观 因此这里啊一直都被称作是东方狂欢夜 那我现在呢就给大家看一看 我手中的这个啊就是今年的火把节首次启用的不锈钢材质的火把 它其实呢是仿照了一个火炬的设计 顶端呢有这样的防风口 因此火苗呢不易熄灭 同时它的燃烧呢就不会像普通的木质火把那样产生这个木屑啊碎屑等等 因此也更加的环保 同时您看上面的这六个字 自然凉必然嗨 就是这些火把节的主题了 上面呢还有这一届的这个主标石 是把举办地必节的币和这个火把的元素呢相结合 可非一凉一热撞了个满怀 那说到凉和热呢 自然要说一说这儿的这个天气 我所在的这个白里度线管理区呢 它在夏季的平均气氛呢 大概只有20摄氏度 那今天下了小雨我的体感大概只有17 18度 并且我观察了一下现场的游客 基本都穿了两三件的这个上衣 所以凉自然就是天气很凉 那热呢就是当地这个主动或者说积极推广的一个避暑的经济非常的火热 据了解啊为了让这个避暑的品牌更加的响亮 今年呢白里度线管理区啊 是首次联动了四川云南等周边省份 打造了2024白里度线的避暑这个避暑的这个露营大会 据了解呢接待量最大的一天呢 有近800辆的房车停在了辖区内 可以说是盘活了现场的一个闲置的一些车位 那自然而然游客的数量也就增长了很多 据了解呢从5月份以来 白里度线管理区接待的避暑游客呢 已经突破了86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15%左右 那除此之外呢 距离我比较近的这个白里度线景区呢 只有不到15分钟的车程 这个方家平景区和宜山花谷景区呢 正在形成联动 一个是主打的体育休闲 滑轨车还有过山车 另一个呢主打的就是这个温泉的康养 谢谢尹南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谢谢尹南从现场发回的报道